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再说一下呢 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个危机下呢 这个优衣库开始大规模的涨新了 而且这个涨新呢,据报道也带动了日本的一个涨新潮 而且这个涨新的规模啊,高达百分之四十 我们先看一下呢,相关的报道 在1月11日,日本社会最大的新闻啊 就是优衣库涨新,最多涨新呢,百分之四十 对于日本企业啊,三十年工资未动的背景下呢 这个涨新其实是大手笔啊 优衣库呢,当然它经营的状况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经营的状况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呢,现在这看一看优衣库的此次加薪计划 此次加薪计划呢,对象是日本国内的 八千四百余名正式员工 新入社员 第一年的月薪从二十五万五千日元 提高到三十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呢,一点五四万元人民币 而日本呢,普遍的大学生啊 毕业新入社社员的月薪呢,是十八至二十万元 入社一两年后成为店长的话 月薪从二十九万日元提高到三十九万日元 约两万元人民币 优衣库的公司的透露的消息说 包括奖金在内,员工的年收入最多可增加百分之四十 看了这个报道,我们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看了这个报道以后 我第一个感受实际上是什么? 就这个日本的收入呢 已经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高了 你就想想这个 一点五四万元嘛 大学生嘛,毕业第一个 比起中国的 这大学毕业来讲呢 它多的并不多了 而且呢,你要知道 它这个像优衣库这样的话 在日本呢,属于大企业 这相当于中国说的大厂 中国呢,你要是这个毕业生呢 能进入这些大厂的话 收入不会低于这个的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你要是说呢 你那一般的那个收入的话 你像北京的话呢 你现在保姆的那个差不多的 也是你管吃管住 还去千人民币以上的 你那个日本的吃和住 其实都比中国贵 是这么个状态啊 所以它的实际的开销啊 是很大的 而现在呢,鱿鱼库呢 涨了40% 对于日本来讲呢 人家说了 那个几十年来呢 就从日本啊 叫失去的多少年 那失去多少年的失去 首先在于什么 所有人的工资没有涨 知道吧 这样这个社会矛盾大呢 就是这个工资涨得慢 知道吧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呢 那个日本的工资 你现在觉得显得低了 很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日元贬值啊 你像的话呢 你日元的话变成 七十几日元对一美元的时候 是什么概念 那实际上在我们 从外国人的眼光看日本的话 他的工资就翻倍了 而你要说呢 一个国家 你汇率贬值 你要知道 最近日元的汇率贬值了 百分之几十 对吧 从一百出头 贬值了一百三四十 百分之几十 那差不多就百分之四十啊 他实际上这个 优移库给日本员工的掌心 他只是体现在什么呢 他作为一个国际的企业 他的薪酬水平呢 保持了国际上呢 和原来的平衡 他如果是用美元结算的话呢 这个公司如果是国际的 他很多时候 就用美元结算的时候 他日本员工就应该多百分之四十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对于日本呢 他怎么能把薪水涨起来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在日本崛起的时候 原来我们写过文章 其实日本崛起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 他就推进了他的 叫做工资倍增计划 他伴随着工资倍增计划呢 再加上日元的大幅度升值 所以日本人就很富裕 中国现在呢 如果要继续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更多的实际上是什么 那就是普通人的收入能提高 能涨工资是一方面 我们汇率坚挺是一方面 当然最近呢 人民币汇率还是表现不错的 表现不错嘛 各种市场呢 那我说了嘛 其实中国的股市呢 可能会是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 而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也就说了 解决各种矛盾 最重要的问题在哪 解决贫富分化的矛盾 最重要的问题在哪 它实际上呢 就是怎么提高 劳动的收入 你不是说的话呢 好多人把这个提高 劳动的收入 它给转成了什么 要对某些富人多收点税 不是对某些富人 收点税的问题 某些富人收点税 你现在你是收不着 他长了腿会跑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解决普通人的 工资收入的提高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什么 一次收入分配的时候 能解决了 你别弄到二次分配 税收是二次分配 本来呢 不该让他得那么多 你让他得到了 你再收回来是很难的 就是跟你在家 富水难收嘛 这个成本根本不对等 让他得到这钱的时候 再掏回来 那是很难的 对吧 只要你能真正做的好的 要做的是什么 让当初的话 有些富人不该得到了 得不到啊 别得到暴力啊 你只让他得到了以后 你是收回来的时候 你可能付出的额外代价 是很高 现在不是也说嘛 对于民营企业 怎么怎么着 你最后呢 你说要想把富人收回来 最后收的结果是什么 凡是跟外国能互相 国际上串通必税的 能长得腿跑的 都跑了 收不着 最后收着的 打板子的 都是在国内呢 能有创新的这些企业 最后被收得很狠啊 谁做创新 谁受惩罚 这事是不行的 实际上现在需要什么 就是工资要涨 知道吧 现在的话呢 在这个工资的这个分配上 其实在中国呢 其实问题也很多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日本的这一次涨薪 它为什么影响很大 就等于呢 日元虽然说贬值了 如果它涨薪 它那社会分配的 更加的合理 通过的话呢 日元的贬值 一涨薪的话 它的资产所得 和劳动所得 实际上这好多事儿 是讲相对性的 所以它就变成劳动所得更多 你像中国呢 好多人说房产的矛盾大 房产呢 涨价了这么多 房产涨价对外 对这些外国资本 买中国资产 它是个绝对性的 但是对内 实际上很多时候 是相对性的 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是看着那房子买不起 后来为什么能买了呢 是因为我们的工资的 当时的增长远快于房价 中几十块钱 涨到几千块钱 涨着一百倍 和那个房价呢 同期大概涨了十倍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就是等于我们比那个房价涨的 那工资涨的还快十倍 是这样呢 当时呢就觉得很幸福嘛 那房子就能买了 而现在呢 你可以看呢 是房价在涨 工资不涨 而现在呢 在下边就是房价在跌 工资可能也要跌 然后接着呢 失业还上去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经济上啊 很多问题呢 是要发展中解决 而不是说呢 你发现问题呢 那个给发展设置障碍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所以看这个日本的这个工资的 这个优衣库这个新闻呢 其实还是感慨比较多的 就是日本人的收入 其实在这几年来的话呢 和中国相比 当然是个天翻覆地的变化 他这样的收入的话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的核心城市的收入 已经在赶上日本了 和当初呢 上海人啊 可以不要上海的公职 跑到日本呢 去刷盘子 背死尸 挣点钱 那你看这个时代的话 那个其实呢 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是看见的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 可能已经没有概念了 这个中国的崛起啊 我们还是要感谢呢 为人打下的基础 以及呢 后来的这些领导人 一代一代的 带领着全国人民一起努力 对吧 中国的这个制度效率道路 确实呢 在这个人类发展史上 在近代社会 那是读书一致的 所以对于国家呢 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